这是二十大胜利照开后 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多边峰会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又开启了新的篇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十大后首次出访 就到印尼巴厘岛出席G团体峰会 访问团和街集团规模都很浩大 不过仔细看 唯独习近平夫妇两人没戴口罩 周遭的所有人却是口罩戴紧紧 这和其他元首抵达的场面截然不同 不只如此习近平的座车也是高规格 黑色车队缓缓前进 习近平搭乘的是叫做红旗N701 号称防弹防爆的中国国产座车 赤资5.7亿元人民币研发 红旗是中国在1959年成立的品牌 由专人打造专门的生产线 而且一年只产出五辆车 今年7月习近平访港时 是红旗N701首次亮相 如今习近平也学起美国总统规格 要和拜登的野兽车队互别苗头 习近平这次出访行程满党 重头戏拜习会落幕后 15号这天还要接点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以及南韩总统举行双边会谈 而这也是中韩领导人 时隔三年再次进行会面 结束G20行程后习近平还马不停蹄 飞往泰国出席IPEC峰会 届时也会和日本手下岸田文雄会谈 二十大后的习近平开大门拼外交 要重现中国的大国地位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好 打赏